我教王在羅盛 是集中來鞋子寶的技術總教 做維生的工作就是我們所有的東西 例如鞋子、服裝、機具上的車資品 我們都可以做到 甚至是一些小配件、眼鏡、皮帶 我們都可以做到 我有一位客人,不是我的客人 他在網上去問 他有個袋子 是新袋回來的,製作了 他怎麼做呢 有什麼辦法去問 在網上去回答他 很容易的 買鞋子,擦一擦就擦它 就會過熱了 其實不可以這樣做 客人很多時候生活都很緊張 工作人員很多時候他們買了很多漂亮的東西 買了很多漂亮的東西 但是他們沒有時間去回答 因為我們是一個衛生中心 相對來說 客人拿上來的機具 是什麼理由 他們很多東西都想看著 想做到 我們成立的中心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希望客人 對 還有一件事集中到 不需要客人 這裡做這間 又要去另外一個地方做 我們比較提倡 就是去互利 還有在未使用之前 要做好一個保護 其實我們現在集中是做一個維修中心 就是一個好處就是在這裡 裡面有一個東西 要做的時候就有 要做那件事就可以做到 我曾經有一個客人 三年底下打電話給我 他的袋子就給香薰油 做下去 他很喜歡那些袋子 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就問了一些東西 我忘記了那個袋子 出了事,怎麼搞 很害怕 很不開心 我告訴你沒有問題 因為袋子是用之前 物件用之前 已經做了保護 很多時候就是在前之前做一個護理 之後 一直繼續保護 去做一個保護 事前的保護 事後的護理 就可以把物件真理 可以做到力高尚生 還有一件事 就是現場的生理 又可以環保 這個人是一個印度的客人 他就是 回到印度之後 工人直接幫他洗個袋 他可能是做一個消毒 洗個袋 你看到的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幫他 做了一個初步的 未完全做完 做了一個初步的 他來的時候 就是整個都是這樣 掛毛有時候 有時候就變成一件 毛菌 它會是吸入皮夾 裡面 就是吸入皮夾 有時候 不是這樣清洗 大部分都可以清洗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 物料的問題 這些摩洛果皮 其實是在皮夾 硬了成分 所以變成一件事 它稍微吸入它之後 它藏在裡面 皮夾是讓你走 地滲和草地 所以變成一行石屎的時候 很滑的了 很滑的了 所以變成又容易 是會磨損的 所以他就說 我們就變成一件事 做一個防滑 做一個防滑 第一 令到它不要太抹地 去保護那個皮 我們以前做梅士的時候 有很多客人最初都不認識的 都不知道的 穿爛了才弄 其實就是 你如果做一層薄薄的 很薄的 用到差不多時候 它磨損了 撕掉它 重新做法 那你就變成一件事 你整隻鞋 會耐穿很多 而且你穿下去會舒服一點 我們是2009年初樂 公司開始 成立的 現在都差不多 將近10年了 因為有很多客人 有一個觀念 有一個概念 就是很多時候 那件物件來講 就是 我做完那件事 是不是 新的 是不是全新的 其實好像我剛才所說 是那個顏色是新的 你用過 很多人都是計較好的 是的 那件物件用過之後 有一個選號 何況就是說 有時候你做的顏色 做得太厚 不是一件好事 我們做的 好像有一件事 就是 合適 夠就可以了 因為這件皮 羊仔皮也好 一件物件用過也好 你做一個很厚的 相對就變成硬了 硬了 就做下去就沒有了舒服 我們做的就是 夠 合適的了 已經夠了 你就做了一件事 給它一個舒服感 因為還原它的皮 本身就沒有特色 每一件是品質 都是一件性分 所以變成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做一件事 你都要 真的要好好小心 做 盡量做到 就是 我們不想說 不是說 要令到客人 有什麼意外經驗 對不對 但是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的客人 我們得到那個問題 都說 我陪你了 就是想像到 你們可以做回 淡量做 那麼 其實這些例子 不少 基本上 是 基本上 都會發生 我們 因為我不是想 很想做 是 隨便做完 就給他 就算 我們會盡量做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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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